好 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有觉得快松一口气的感觉吗 不过根据调查呢 这个疲劳上班 工时超标的人 全台湾有高达539万人 有四成的上班族天天加班 还有人连续五天只睡一个小时 累出一身病 也有会计师加班加到了肾水肿 很多人呢 都会把放假当成补棉 有四成四的上班族对于加班后的这个后遗症呢 都在隐忍 敢怒 不敢言 从事传媒舞台灯光工作的林先生 曾经接活动 接到一连五天 平均每一天只睡一个小时 差一点呜呼哀哉 所幸他辞去了工作 调养身体之后换回了一命 那时候就想说 可能再下去 可能就真的 就真的要不行了 从事会计工作的庄小姐天天加班 嫁到了深夜十一 十二点 工作压力颇大 工时过长 身体健康 出了状况 差一点洗肾一辈子 他真的是加班到有一天 真的是非常的痛 然后去看医生才发现就是 就是肾肿的比正常两倍大 台湾上班族真的是在太辛苦 邱志皇最先调查发现 百分之七十一点三的上班族经常加班 百分之二三点三的人 每一天要加班平均八小时 每一周加班五天的人占了百分之四十点七 爆肝的机会越来越大 身体的部分 比如说大概七成的人 是这个三餐不正常 那可以做到天天五苏果 大概也不到这个一成 那当然这是政府常提到 所谓的健康三三三原则 也大概就一成八的上班族可以做到 爆肝分数最高的是餐饮还有传播界 那每日工时过长的排行 是传播界和制造业最高 总体来说台湾上买族工时过长 经常见的加班又赚不到河里的薪资 实在太辛苦了